机动市议员郭美秀特地利用建议款60万元 协助市政府环保局购买噪音侦测仪器 协助环保局和警察局取缔改装车 并且由市长谢国良亲自带领环保局长马仲豪 警察局长张树德以及民政处长张渊祥等人收下 噪音的侦测仪器 然后给环保局 环保局再借给警察局来使用 因为警察局的勤务时间是24小时绵密 所以如果接破民众一领的报案 或者再溢出入噪音的地方 我们有这一个机器 相信执法更快速更有效力 应该可以遏止噪音的一些状况 非常感谢美秀议员美秀姐这一次抛砖引玉 捐赠他的这个 不能捐赠 就是用他的建议款来做这个 有关于噪音取缔的设备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虽然他抛砖引玉做出了这个 我们希望我们要规模要更做更扩大 让更多这样子的机器可以在室内 现在的改装车真的是非常的猖狂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社会的毒瘤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跟警察局我们更进一步的把美秀姐这样的好意继续扩大 然后我们也复制能够在各个区都有这样子的设备 然后呢取缔更多的不法的改装车 我听了我们环保局跟警察局还有民众的声音 大家需求量就是这噪音的问题已经危机到我们基隆市所有的乡亲他们的晚上睡眠的品质跟行车的安全问题了 所以这很急迫 所以我希望用我的建议款 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圆满 另外郭美秀议员也在利用建议款23万元协助市政府民政处 针对中山区五个礼的礼民会堂进行改善修缮 也获得民政处长张渊祥的肯定和感谢 中山区有十几个礼 他们的屋檐都已经漏了 或是需要回修 就是维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我也拨了23万 在我们中山区的民政课里面 用他的建议款23万的金额 来给我们协和民治文化人证以及通民理 来做相关的整修工作 我们会按照他的情况来做运用这个经费 下支边谢谢郭美秀议员 抛装引玉 希望我们所有的政府的预算 包括建议款这个妥善的运用在需要的地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didnt看出来